- 长高了 - 变帅了 - 不管是舞台上或者是各种工作场所 - 都可以看得出他比以前更吃苦耐劳 - 然后更加的享受工作的感觉 - 长大了 - 这孩子终于长大了 - 我甚是欣慰 - 我觉得 - 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都变得更加成熟 - 又提了 - 变帅了吧 - 我觉得最近他其实越长越立体 - 这얼 - 二语 - 鹅 - 鹅 - 鹅 - 那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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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 很長 很長 然後有白 白天 小動物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想到的是老虎 我覺得成生像老虎 就因為你看有些老虎是那種 我看起來很兇的 可是你看那種叫那個迪拜他們養老虎 其實是特別文序 然後好像大貓咪一樣很可愛 小動物 蠢子 夫妻妻 蛾蛾蛾 取向 他最近呢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叫他成成 我一直就 叫成成啊成成 就一直都是成成成成 成成的 我以為叫他弟弟 最近叫9%裡面的人我叫 baby 不 不要 沒有 呃 不要 簡际 我發現你怎麼用這個表情包 這個絕了 這個 那位叫老虎小熊 令城 大 但是我不會摸 啊 他自己用那個表情包 你就做錯即可 高冷的時候和他調皮的時候 高冷的時候和他調皮的時候 個性上面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有時候就是比較平靜 然後有時候很high 外表高冷 內心非常的活潑可愛 跟我平時的狀態很像 就是在舞台上的時候都會 提起這個情緒 然後非常的high 非常的開心 但是呢私底下其實我看到成成他自己聽的歌 還是蠻偏安靜跟那個 呃 深刻一些的歌 對 有時候看起來其他的其實內心 也有非常柔軟 非常純粹 感性和理性吧 感性就是錄節目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 蠻容易感動 嗯 理性的話就是 生活 大家感覺還是比較 皮和 活潑的 但是舞台上的他 是蠻理性的 就是 挺認真的 我覺得很難很大 一面是 皮 一面是 還是皮 就是嘴上明明覺得有掌鏡 很帥很瘦 然後硬要 就不說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是他們 雙重人格的地方 就是他吵著鬧的 類似 類似 撒嬌之類的 拍戲吧 一直在拍戲 也沒機會見到他 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應該是我們去年一起在 那個 Fan Meeting上面 一起度過的生日 對 新春花了這回天他 對我說的那一段話 然後給我的動作 嗯 花露的時候 曬傷吧 然後 當時他那個臉 就被曬的 就紅了 然後 吹著就紅了 然後 他自己也不著急 就覺得 沒事 然後晚上回去 就開始著急了 然後就到處找那個藥 然後後面就抹了那個 地管膏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一起發想太多事了 印象最深刻嗎 好 他 他 他不敢 做那個 呃 他不敢 彈射 其實那個花露裡面 他不敢做那個彈射 然後 就很苦惱 然後就 很委屈的樣子 我覺得去 跟他一起去新西蘭 對 新西蘭 新西蘭 然後 發現到他很多 平時 你有發現到的一些 性格 然後也從這個節目 認識到 很多他另外一面 然後我覺得 反正就覺得 欸 他成長滿多的 我跟他一起打過遊戲 但是呢 因為 呃 是 很緊密的工作空檔 所以其實 我們沒有辦法 太太多的交流 他的 他的 當然也喜歡我了 像當初 但他赤嘗風雲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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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打人一起 我屬於大 那是當然 你是哥哥 對 我是哥哥 沒有 我會打他吧 我應該睡了 看他找我什麼事 掛了 沒有 問他幹嘛的 基本上不會接 他是讓我幫他 看遊戲D嗎 又要去夜宵了 什麼的 那他給你叫我出去吧 哈哈 那你會去嗎 我當然不會去 就不能說吧 有欸 但是我有一次在海外拍MV的時候 有一次他剛 他是追 比較後面到 然後我們大家其實都已經睡了 然後他就直接在房門口 大叫 叫我們起來 就這樣子 當時沒有反應 就因為他 太可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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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最適合他 呃 鱷魚先生 灰姑娘 我覺得 成全是個所有人 看出什麼 酷 那麼的帥 記住 我說了這麼多 哈哈哈哈 范先生同學 Q越來 我誇你哪 我覺得皮卡丘 或是 小黃人吧 你覺得他適合葫蘿啊 哈哈哈哈 那白鞋公主很壯 我覺得他是完美的 他就是這樣子的造型最帥 帥 他還沒有跟我分享 帥 我覺得很適合他 我覺得挺帥的 那天我跟他視頻的時候 就是 我在 哦 那天我在雲南的時候 這個視頻說 挺帥的 我當時很驚訝到的 真的挺帥的 哦 一 五 呼 耶 嗯嗯 大體是否幫助裝模型 挺帥的 但是跟我比較差一次 具體在 劇中 其實我現在比較期待的是 我在 電視劇裡面看到他是 什麼樣一個狀態 其實因為很期待 然後看照片 我覺得跟視頻還是會有一點落差 啥都行 就是覺得你兄弟吧 就是那種 互救的那種 就是那種 我是他爸爸 兄弟啊 他有我弟弟啊 哈哈 哈哈 沒有想過 就是一起 逃 逃難吧 一起逃難 然後就是那種 喪 喪 在這個世界末日裡面 然後就是一起 在這個世界末日裡面 存活 在那山的海邊 海的那邊 有一個繁城城 他活潑又聰明 他自由自在生活 在那狠店的棚裡面 天 夜 這個我就不說了 但是沉沉應該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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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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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在橫店工作 雖然不是同一個工作 但是我們也在同一個城市一起奮鬥著 希望呢以後我們還有機會 一起去打個台球 打個遊戲 生日快樂 加油 bro 快點撐了 祝你新歌大賣 新劇爆表 然後呢多吃一點 不要再瘦了 瘦了 可以多吃一點 稍微跑一點 洆洆 開心 已經滿19歲了 在這邊祝你19歲 生日快樂 也希望你在之後的工作 跟生活 都能夠 度過得非常愉快 然後好好享受 你接下來的明日生涯吧 就是 我希望你可以 做你很想做的事情 然後會越來越好的 我覺得 不要聽 別人怎麼去平安 我覺得你就最棒 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 首先呢祝我們帥氣可愛的 生日快樂 希望今後的日子呢 有越來越多好的作品 越來越自信 然後你平靜的堅持 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們都會在你身後 支持你 一起加油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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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都會在你身後 成功能成熟一點 像哥哥 然後 哥哥以後 一直會 動態 然後 然後 我也會 繼續支持著你 然後 希望你 越來越好 然後 看著你的服裝 到心裡非常是帥氣 希望你處理更多的作品 然後 我也會 一直陪在你身邊 然後 做你最好的 不然我一起加油 生日快樂 別的就不多說了 然後 祝你今年 我不能說今年吧 就是祝你永遠像 平時一樣 簡單 然後又看看星星 不管 世界多紛紛擾擾 然後就是 我們會 好的都會 然後就是 生日快樂吧 健康